嗨,各位觀眾,我們現在來到一個神秘的地方 不要懷疑 不要,不要,不要走,不要走 這個地方很神秘,對不對 好,現在我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剛剛去 剛剛在,我們在台南的所長茶葉蛋 這個厲害了 因為它這個有分原味跟辣味 它本人的話比較喜歡吃辣 所以說我吃辣味的 然後店員會跟你講,微辣,微辣 但是當我剛剛咬下第一口的時候 太騙了吧 對,就是,我覺得是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然後嘴唇會有點麻麻的 但是真的很好吃,說上菜單是很好吃 真的是我覺得它這個很入味,然後很香 它的茶葉蛋的香是,我剛剛在拿出來的時候 它還是把你的蜜蜂的 你一打開之後那個滷汁跟那個味道 超香,咬下去第一口 砰開了,砰了嗎 砰了,砰了嗎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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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好好好,OK,好好好,對 等到為止,對,所以就是,真的,大家一定要來吃 看看縮掌柴野蛋,很好吃 很多家,大家可以搞分看 好,來,小心喔 我已經吃完了,你看好吃到吃完了 對啊,然後我覺得它真的是 把你密封起來還蠻好的 真的很貼心 雖然已經從台南到這邊 就是神秘的地方 三個段時間 對啊,好不好吃 因為像有時候去Saven買,雖然很好吃 Saven 可是不見得它每一次都是真的都很入味 對 然後這個,一顆也十塊 現在蛋成本也很高 然後我媽說一顆十塊其實很便宜 真的喔 嗯 然後其實還有賣豆干對不對 對啦,還有豆干 你們試吃的感想 你們兩個假想,你們試吃的感想好了 試吃的感想 對 口味吃起來都差不多 我覺得真的 你說豆干嗎 兩種 兩種,就是它有三種原味 蒜味跟那種 炭燒 喔對 我覺得蒜味的口味也比較好吃 炭燒 可是炭燒 我吃完蒜味再吃炭燒 我覺得炭燒沒什麼味道 那蒜味真的 太腫了 還不錯,蠻香的 可是那個很大片 大概是這麼大片的距離吧 99 對99 現在特價99 這麼大片喔 而且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沒切 沒切 沒切 對,所以說你可能只能揮心 大家剪刀剪吧 所以如果你要買的話 就是因為那個 就是可能 你 要深肯也可以把我想 深肯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大家可能就是可以考慮一下 那還不錯 小蝦普通一下嗎 嗯 我是覺得 真的 這是我朋友推薦的啊 就是真的還蠻好吃的 我本來想說 柴燒蛋應該很普通 可是它真的 很入味 可以去 可以去買看看 又不貴 因為安平很像給我一間 對 它那邊其實蠻多煎噴店 好,換我們的安 再吃完那個伊雷特 然後再吃 然後我今天吃的是原味 就是它就煮得很夠味啊 真的 它蛋黃裡面都有乳汁 對 而且它的那個 蛋白很脆 對 你不覺得吃起來也脆脆的嗎 就不會像7-7那種爛爛的 對對對 其實7-7已經不難吃了 但是我覺得它就更好吃 是緊實 就是你咬下去會紮實的 是會彈的那一種 對對對 我覺得很棒 然後再示範一次怎麼彈嗎 呃,那不如你示範一下好了 沒錯 就跟它現在這麼彈 對對對 好 好 很酸喔 對對對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看喔 好 這樣 我剛剛已經吃一半了 然後真的你看它一壓 真的就是很有那種 很有彈勁耶 真的還滿緊實的 你可以把它丟在地上它彈回來嗎 對,彈一下好了 剛剛我們是拿這個打乒乓球嗎 對 欸,你不知道嗎 完蛋了,節目作假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哪有打乒乓球的戲嗎 沒有 就是 剛剛有 其實我剛剛用聞的 就覺得它味道真的很重 嗯 就真的有進去的感覺 而且它整個不會有這種 就覺得它好像很脆弱的感覺 它真的非常的緊實 每一顆那麼緊實 不像有時候你買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這樣就破一點 那隻是一種蛋緊實 對啊 它真的很緊實啊 它真的就是 不會那種很容易就軟掉 就是很容易就破落啊 像有些買蛋 你一夾回來 結果它那個旁邊蛋白根本就是碎掉 它不會 它真的非常的軟 對 然後它在哪裡 基本上它還蠻遙遠的 它在從德路那邊 有一間 然後 就生產路再轉從德路那邊 嗯 因為那邊真的實在太偏僻了 所以我也很難講 所以就是大概 就是 基本上如果你要走的話 就可以從 東門路再轉 左轉中華東路再去接從德路 就可以找到這間店啦 好啦 接下來就是我們要跟大家說 拜拜啦 拜拜 辛苦了大家 好吃喔